大家好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快速心算一个三位数乘一个一位数 我们可以把这个三位数呢先给它拆开 观察一下它的规律 这里面可以写成300乘以7 加上20乘以7 再加上6乘以7 那我们注意到300乘以7呢 它的十位和个位呢都是0 它是等于2100的 注意这两位呢都是等于0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个位乘以7呢 它最多呢是两位数 所以呢在这里面它是等于42的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42和这两个0相加呢 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进位的 实际上就直接等于这个42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三位数乘以位数的乘法的时候呢 可以先把这个百位相成的结果和个位相成的结果直接写出来 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近位 那就以这道题为例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写出来 就是等于呢可以先确定的就是2142 就是这个百位相成的结果是21 个位相成结果是42 加在一起以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10位相成的结果呢 补上 现在这里面的10位相成结果呢 就等于140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2142呢 加上140 就等于2282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我们直接用这个技巧 比如说现在我们算647乘以4 根据我们刚才的观察 在算这个三位数乘以位数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把百位和个位相成的结果直接写出来 它是等于24 这是百位相成结果 然后个位相成结果呢 是28 然后我们再看10位 10位相成的话就是40乘以4等于160 所以直接相加的结果呢 就等于2588 好 我们看这是非常快的 再看一个 987乘以9 现在呢 我们同样的直接把百位相成的结果和个位相成的结果呢 直接写出来 百位相成的就是81 个位相成的就是63 然后再加上10位 10位相成的结果呢 是80乘以9等于720 所以相加的最后的结果呢 是等于8883 好 现在我们举的这几个例子呢 都是在最后这一步相加的时候呢 是没有进位的 不含进位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含进位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184乘以7 按照刚才观察到的规律呢 首先用百位相成 等于700 然后个位相成呢 是28 先把它两写出来 最后呢 再把10位的补上 80呢 乘以7呢 等于560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是等于有一个进位啊 这个位置有一个进位 所以是122 128 这个地方是1288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同样是包含一个进位的 684乘以9 那现在呢 首先看百位呢 69呢 是54 然后再看各位呢 乘以9呢 是36 直接写出 然后再看10位 80乘以9 同样是720 然后最后相加 这里边是有一个进位的 就是54呢 加7呢 是等于61 我们按照从左往右的方法 然后最后是56 6156 好 再看一个 一次进位的 648乘9 首先呢 我们把百位呢 算出来是等于54 然后再把各位呢 算出来 等于72 最后呢 再把10位补上 40乘以9呢 等于360 这里边呢 有一个进位就是 这个地方6和7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从左往右的 算是5 这个7呢 557 577 577再加6呢 是583 583 2 所以最后结果是583 2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有两次进位的 489 乘7 同样呢 按照刚才的规则呢 我们首先用百位相乘 就是28 然后呢 各位相乘呢 是63 最后再补上这个10位呢 就是80乘以7 就是等于560 最后算他的这个进位呢 有两个进位 首先我们看28加5呢 等于33 33呢 再加6呢 336 336再加6呢 等于342 最后再补一个最后的各位3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是3423 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看到 用这种 先写百位和各位的成绩的结果的方法 是非常的快速的 只是这样的结果 然后再做一个 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小小的 感谢观看